全台高職总共有93个科系 到底该怎么选呢 快来看486团购网制作的高職大探索 教育专题 阿哥你在干嘛 我在做实验啊 我又想念化工科了 太巧好好玩哦 我也要念化工科 可是化工科以后都会做什么工作啊 就选化工的原因是因为工作多 就包含是半导体 以后比较想要做的人 路里也都还不错 以后想要精神速度 就可以减省能源啊 节省时间 制造出更多的化工类的产品 化学的有一些是要备 因为我们有实验课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实验来加深印象 可以找到另外一种学习方法 日前妈妈都会担心我们做实验 什么可能有浓硫酸 盐酸 因为我们都会忙碌嘛 带手套 反而老师都会在旁边 专心的跟我们讲 那我们也自己也很小心 整个学生在做实验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实验环境其实非常安全 实验室呢有抽气抽风设备 还会要求学生他们要戴护目镜 以及戴手套 我们化工科主要包含的一个部分是化学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化工 所以整个三年下来 我们会希望我们的孩子 可以拿到四张征照 分别是丙级和乙级的征照 整个就业的方向包含的 第一个是传产 高科技的算是电子业 包含作画产业 石画产业 纺织产业 这都需要化工人才 本妹你在做什么啊 我在敷面膜啊 这个面膜是我自己做的哦 我以为要自创 白板配面膜赚大钱 哇 那我们是就有分红了 啊